今天是有个复合式的查访的发生了烧烫上的意外 有一名18岁的萧县女工读生 她帮客人的火锅换酒精膏的时候 她没有先熄火就直接的把酒精膏加了进去 结果火苗往上窜烧 照尝尝她的右脸颊 右手肘都遭到了二度的灼伤 她的右眼周围还起了这个水泡 眉毛也被烧个金光 差一点就毁容了 还能来西火锅店人潮抢抢棍 店员忙着上菜换酒精膏 但小心了火上加油的动作可是危机四伏 西北市一家复合式查访 18岁萧信女工读生帮客人的火锅换酒精膏 不小心严重烧伤差点毁容 当时铁盘里还有雨火 萧信女工读生没有注意就直接添加酒精膏 火苗顺着酒精往上窜烧 情急之下右手往后甩 造成脸部和手肘二度灼伤 那甲醇在做的这种酒精膏 如果今天你的室内是不通风的时候 它烧一烧会产生甲醛 酒精膏煮火锅不安全 万一燃烧不完全还会产生有毒物质 添加时更要用对方法 那这个添加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火来熄灭完之后呢 才能再来添加 不然的话就会造成萤火 回燃到这个添加者的身上 酒精膏烧套商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 必须先熄火再添加 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店员 都得小心谨慎 才能避免烈火灼身 记者陈嘉宾 温思涵 新北市报道